在中和原山路的胜利市场内 有一家刚开业不久的小摊位 老板陈嘉峰是七年级生 暂时放下了梦想 帮家里传承豆花店的工作 因为冬天来了脑筋转个弯 卖起国民美食葱油饼 才短短时间就已经累积了一些顾客回流 吸引顾客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葱油饼每天现擀现尖 而不是成块用已经擀好的冷冻饼皮 简单实在 老板还补充说 火候的掌握 是做一份美味葱油饼最大的关键 是从以前豆花的客人 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感觉有一种传承的感觉 因为有些客人 他们其实从小时候就吃到大 是从豆花的时代就开始吃了 然后现在吃到换我们这个葱油饼 所以感觉就是有一种 从豆花传承到葱油饼来 然后那个客源是一直回流 然后也是一样延续下去的感觉 微焦的饼皮 先把外表间的酥脆 再旋转看看边缘有没有上色 就可以准备翻面 加上蛋和九层塔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撒上胡椒粉或是淋上酱油 咬下一口大大满足 好吃 我每次都也有自己买 好吃 这个有香 好吃 这效果很好 好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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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葱油饼的特色呢 是比较没有那么油 因为我们在擀面皮的时候 有比较调整一下它的 它里面的油度 那在煎的时候 其实有控制它油的这个 控制的量 所以我们在煎的时候会去用大火 去把它 先把外表炸熟了之后 然后炸完再往到 移到旁边来去把它比油这样子 越吃越刷水 也难怪下一次还会想再来买 无论当学生下课后的点心 或是上班族的下午茶都适合 葱油饼这道国民点心 在大街小巷里 许多人都沉浮在它的魅力之下 中家新闻 朱凤志黄军委综合报导